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通過了台灣政策法 抵觸了一中原則 因為呢 聯合國2758號的決議呢 其實這一件事情 就影響了一中的一個相關的原則 尤其來看到說 現在大陸外交部表示說 這是會衝擊到中美建國的相關基礎 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另外呢習近平主席出訪中亞的時候 在哈薩克再度劃下了台獨紅線 跟土丁總統會晤的時候 也要談台灣問題 代表台灣就是大陸的最核心的議題 好那美國呢 這樣做蔡政府又一味的負荷 現在來看到蔡英文這邊也說 感謝美國的支持 所以台灣這邊是沒有任何要避站 讓台灣繼續向前衝嗎 但是來看到 美國這個所謂的台灣政策法 把台灣的所謂的軍事的相關的藥物呢 通通要接管回去 代表台灣難道是美國的俄皇帝嗎 再來也會來看到說 美國現在要把台灣打造成刺蝟島 要台灣呢 就像烏克蘭一樣打焦土戰嗎 但是台灣有這個本錢嗎 引發大家討論 接下來介紹今天重量集的與談人 蔡政委委員 主席好 大家好 李大眾老師 主席好 觀眾大家好 還有帥將軍 首先就來看到這個台灣政策法闖關過關了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其實在中亞的時候 特別也講到台灣的議題 兩個中華聯合聲明講到說 台灣是中華一部分反對台獨 習普會的時候 台灣議題當然也會相關的討論 好說到這個台灣政策法呢 十七比五過關 因為total外委會也是二十二個人 然後五個人當中有五票是反對的 一起來看看有民主黨有四位 其中這個馬跡呢 其實最近還來到台灣 跟蔡英文總統會面 好 那共和黨有一位是反對的 另外再來看到 梅蘭德茲這個外委會主席提案的這個人 他說我們要看清楚面對的狀況 當然也是無意要跟北京 升高緊張的關係 但是這個升高關係 這個一過了就是升高關係 來看到他其實有微調幾個部分 第一個來看到就是 象徵主權的意義改為建議 譬如說駐美國的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本來說要改為台灣代表處 但是這改為是建議的 但是還來看到的是 台灣政策法裡面講到了 2758號的決議 承認是一中沒錯 但是台灣不是中國的 所以這個275號決議 其實也被說好像有抵觸到一中的狀況 好像大陸也蠻跳腳的 好 老師 這裡面涉及到兩個很大的動力 第一個動力就是中美對抗的時候 美國很多人要打台灣牌 日本牌打了 韓國牌打了 印度牌打了 請問你新加坡牌打了 不打台灣牌才奇怪 打台灣牌 它現成有一個搭配的 就是在美國的台獨力量 跟在台灣的台獨政府 這本來就是需要它保護 本來就需要跟它配合 那這個主張 美國的一些台獨力量 跟台灣很多台獨人都主張說 2758號決議案 從來沒有寫過一次台灣這個詞 所以跟台灣無關 那是一個中國原則 是蔣介石集團被趕出聯合國而已 但是我們不是蔣介石集團 誰說我們是民進黨是蔣介石集團 顯然是不是的 所以因此他們找這種法律解讀的空間 說那不代表一個中國 所以這個法律裡面 它特別講了說 引用這個台北法裡面有一條 它說要補充一下 它用英文叫 Leg of Position 就是說2758號決議案 沒有論及 沒有立場論及什麼 沒有立場論及到台灣的代表權 以及台灣的主權 換言之說用美國法律 主動去修正2758號決議案 在美國法律系統裡面的效果 這誰主張了 台獨勢力在發趴 都一再主張這個 台灣很多台獨人也都主張這個 那主張行不行得通 不曉得 現在總而言之 美國參議院認可這樣那個主張 沒錯 不然美國人怎麼搞得清楚 你這個2758號講什麼呢 這是台獨主張一個落實 也是一個進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台灣的這個 多年來很多台獨人士的期盼 就是他們要有獨立的希望 獨立的機會 要付出什麼代價站起來就不管 但唯一的希望是什麼 就是美國強有力的支持 所以在美國各方面的支持裡面 在這個法案裡面 他們每一個台獨人士都曾經主張過 第一個主張就是什麼 美軍要管台軍 現在裡面講的就是 台灣所有的高階的戰爭計畫 要美國怎麼樣 看過 要美國審查 是啊 然後第二個 這個要成立工作組 由美國國務院來審查 台灣的武器採購 戰略準備風險評估 請問一下什麼叫工作組 就是美軍顧問團的變形 好 也就是說 以後美軍能夠直接管掉台軍 不管你叫國軍台軍 他能夠直接控制 理由很簡單 我美國國安部長 美國國務軍 已經訂了這樣一個戰爭計畫 你台灣哪一個將軍不聽的話 就叫蔡英文政府就把它換掉 你有什麼空間 你就沒有空間 全部聽他的 而且平常已經講 我們就開天窗數量化 民進黨政府 有時候要指揮國軍還有困難 因為國軍不是每一個都主張台獨 那現在美國來主張 請問你會不會相對乖一點 對不起 一定相對乖很多 因為什麼 因為從1950年來的話 美國人對於這個台軍的訓練 送到美國去 都有一定的聯繫 也許會有不同的意見 絕不敢反抗 這是我的判斷 再來呢 這個法案裡面 其實最厲害的 還有好幾招 第一個 它管控你軍售 管控你軍事還不夠 它管控你整個台灣的政府系統 它裡面公開講說 我要搞台灣什麼 獎學金 在台灣獎學金你不要聽錯了 不要以為是什麼學者 學生去申請的 有獎學金到台灣來學中文 不是 是美國聯邦政府的公務員 各單位的公務員 要選派合格人士 經過美國國務院核准 然後把他的工作單位調到AIT 然後由AIT派到台灣 一年要學中文 用語不是學台語 用字要學Mangarin Chinese language 普通話 第二個 第二年要怎麼樣 要在台灣政府的辦公室服務 這什麼意思 難道他會派這個到老人院去嗎 不會 他會派他哪裡去 警政署 海巡署 國防部 外交部 情報局 軍事情報單位 所有單位他都可以塞人 對 美國要派人過來 接管我們台灣的各個單位 對 基本上所有單位他要管控 那請問你 美國人來 他即使是一個什麼 派組人員 這跟以前日本要在中國 安插各單位裡面的顧問 有什麼不同 所以簡單講 你敢反抗你的上司 但是你不一定敢反抗 在場的美國人 所以你不太敢跟他唱反調 搞不好美國還可以暗示你 這個李大宗局長 多多配合我發你一張小卡 如果發生戰爭 優先把你送到美國航空母艦 快速通道 就是烏克蘭 或者是以前越戰的這種做法 所以他要來管控台灣的政府 那台獨人士也正式希望什麼 他沒有把握說 兩岸衝突的時候 他能夠完全掌控台灣政府 完全能夠掌控台灣軍隊 但有美國人來掌控的時候 他信心加很多 這個是誰主張的 陳志弗以前不是講過軍管台灣政府嗎 我們是台灣的什麼美國軍管政府什麼 軍事政府的一個附屬單位 這他們的夢想都在這裡初步實現了 所以你說會不會引起兩岸戰爭 會不會引起他們認為有機會 怎麼樣 中國會保持戰略盯理什麼都不動 因為中國的戰略定律就是 我現在什麼事都沒看到 我現在什麼事都不管 我繼續搞我的民族互線 搞我的經濟建設 那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都可以在毛澤東的經典裡面找到理論 那這個空間 這個時間就是台獨所要的 那美國如果不斷加碼 當然美國有一些政府關聯會比較小心一點 包括馬雞 他們心中寫了台灣人民 生命安全是不是又會列一滴 優先考慮 這是他們的考量 這是他的想法 但是想打台灣牌的 美國的一些大國戰略的思考者 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是重要嗎 這個法案裡面怎麼寫 台灣所有的公家財產 民間的財產 通通要列出清單 這些財產通通拿出來打戰爭 講得很白了嘛 裡面這個條件有沒有修 沒有修 台灣的高科技勞力 所有基礎建設裡面的 後勤的修復的勞力 要列出清單 誰來掌管 美國國防部長來掌管 所以台灣人的財產 都要美國人的管控底下 他怎麼會考慮台灣人的生命呢 只有馬雞 這個撒瓜蛋 少數會去考慮而已 所以整個簡單講就是說 這個法案通過了 就明白告訴你 台灣不管你叫中華民國 你叫中華民國台灣 你叫台灣或台灣共和國 都是美國的附屬國 都是美國的附屬政權 然後我要你往前打 你就往前打 我要你去犧牲生命 去拖垮解放軍 那你就去拖垮 換句話你的戰術戰略 是以我為主 如果是國共打內戰 搞不好你跟以前一樣 要打不打的對不對 然後內戰動長不會傷亡太大 但現在不是 現在說我目的打台灣牌 要拖垮中國大陸 所以我管控你整個台灣的政府機構 情報機構 司法機構 甚至於控制你整個的軍隊 然後我派的人員都在裡面 我是一條邊 我已經知道說 這個林家遠到底怪不怪 我每天都做記錄 我寫報告給AIT AIT就轉到美國國王部去了 米大宗好像對美國忠誠度不夠 尤其那個帥話迷 那更不聽話啦 這種報告 美帝會不會寫在那邊去 是 會的 所以他們用這個方式 但是表面上給你很多好處 我這個 借錢給你買武器 你不用還 沒有 這樣寫的 不用還 然後我把你升格為台灣代表處 還可以用中華民國國寫 你國民黨怎麼可以反對 國民黨當然不能反對 對不對 再來 給你這種表面上的甜頭 可是我實質上的控制力要達到 然後要買什麼武器是我決定的 要怎麼打這個戰爭 怎麼會你台灣的軍人決定 當然是我美國人決定 所以你要犧牲到什麼程度 產類到什麼程度 我美國人決定 不然我管控你高科技人意幹什麼 我管控你的基礎建設 什麼叫基礎建設 你的所有的電廠的員工 是我要控制 像不像馬里烏波爾 非常像 你不要也看那個什麼 什麼軟體 什麼 In the infrastructure 你以為是什麼 馬路清潔工 當然不是嘛 關鍵的那些 所有你的天然氣電廠 所有你的石油電製廠 所有你的什麼 那個鐵路的管控的單位 就是我要管控的嘛 要不然你看 哪一個國家是會 會列出清單 而這個清單他們很簡單 就台灣政府每個部門 我派人在你清給我啊 然後美國就把它用最新的電腦模擬 我如果燒掉一個台積內的廠 那我可以打掉多少解放軍 都酸得出來啊 所以這個是美國 整個一個打台灣牌 已經浮上台面一個新的形式 就是看你中國大陸敢不敢跟我說話 沒錯 問題是這樣子而已 你看逼到這樣子切傷腸 到最後是根本就是一刀兩斷 所以是逼中國大陸出手嗎 那中國大陸如果沒出手的話 美國就覺得他又得分了嗎 李老師你怎麼看 因為來看到 拜登現在五票是反對的 民主黨是蠻多的 那代表是怎樣 行政體系有動出來嗎 但不管怎麼樣 就算到了拜登的手上 他敢否決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再來來看到是說 那這件事情 臺灣這邊沒有要止住 蔡英文這邊總統府的發言人 還說感謝美國參議院 再次展現跨黨派對臺灣的支持 強化美臺的安全等等 但是包括蘇利文 一開始就說 有些內容真的很擔憂 但柯比也說 會跟他們繼續討論這個案子 然後中國大陸這邊來看到 包括了最新的大陸部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就是說 停止打所謂臺灣牌 以臺制華 是最終的結果 採取必要的措施 代表說這是極為核心的利益 我想臺灣政策法後面 就是有一個很清楚的背景 因為老實說 從1979年我們跟美國斷交之後 國會本來就會衝在比較前面 因為它沒有包袱 就比較直接反應 但是這幾年我覺得 有一個重大的變化 就是真的是 他們對於北京的負面觀感 比國際強很多 所以這是整個法案後面的背景 現在最重要的關鍵是拜登政府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一直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行政部門跟國會再唱黑白臉 再玩兩首策略 第二種說法 目前我會比較傾向第二種說法是 基本上拜登政府對這政策 台灣政策法的大的方向 基本上是支持的 但是對裡面部分內容是 真的有一些不放心 concent 保留 所以蘇利文講話 應該不是只是在外面演戲而已 所以最後今天外委會通過的 這個修改過的版本 雖然它只是改了幾個地方 但我覺得後面有一些明顯的運作 就是有輕踩刹車 輕踩刹車 輕踩刹車看起來不是那麼關鍵 其實是重要的 因為老實說這個政策法裡面 就在100多頁 洋洋沙沙 107 它裡面最重要最關鍵 就是之前阿密達基所說的 那些只是在象徵意義上打轉的 對台灣不見得有失職幫助 還有可能變成一個 衝突升溫的藉口 這些東西要特別小心 所以他就把在台協會的處長 本來是說要變成大使代表 然後要參院審查通過 比照美國的一般大使人民 這個拿掉 還有我們駐美代表出這件事情的更名 其實這兩年就是國會在發動 我相信拜登對這方面是有保留 但現在變成說 A sense of Congress 變成是國會意見 意思是說 給行政部滿座決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員 還有這個 後面的拜登這步 有往後退了一步 那看起來是我們的名稱的更名 其實後面最大的 當然是美國在做把關 所以這地方又淡去 但有些地方其實 有人說不用敲鑼打鼓 但是你去做就好 那你幹嘛把它特別放出來 比如說台灣關係法裡面 第二條第三條 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 但參議員覺得不夠說還要再放 要變成說還要再提供 足以抵抗共軍 侵略的 這個嚇阻性武器 那其實過去幾十年來 武器的這個攻擊跟防禦 界限本來就很模糊 那幹嘛特別提出來 那有一些其實是跟拜登政府的政策是 相違背 比如說要把台灣納入印太經濟架構 其實拜登的政策就不是如此 他就想單方面雙邊解決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即便是美國主導的多邊機制 但對不起 台灣暫時你還是不能進去 所以這個我覺得最重要是拜登的想法 那後面呢 還有很多的過程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政府當然 某種程度上是感謝 但是如果按照這樣的進度 到底要感謝幾次 參議院外委會過一次感謝一次 全院過感謝一次 眾院兩次 在參眾兩院協調出一致版本 那最後假設拜登簽署 那一個法案我們要感謝六次 我覺得倒不必這樣子 應該是用全局來看 而且這法案最後能不能通過 我覺得還有未定之數 因為議程的時間很短 因為今年有集中選舉 那假設這個法案到最後 不是拜登政府所認可的 我覺得還有變數的 因為在川普任內回想一下 當時有四個主要的友台法案 包括台律法等等 當時川普很聰明 就是順水推之後 既然是參眾兩院 跨黨派意見我都簽署 但簽署之後要做到什麼地步 其實本來就是行政部門的決定 我覺得這次的法案裡面 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很多的權力是在行政部門 速度 幅度 還旅行的這個程度 所以未來可以觀察的地方還很多 是啊 未來觀察的地方還很多 但是拜登他真的 有這個勇氣踩煞車 值得大家來關注 因為現在兩黨其實 抗中的力道非常的強 所以拜登在選舉的時候 他真的敢踩煞車嗎 我想問一下 張軍你怎麼看 因為這次大家討論最多的就是 美國要軍事接管臺灣了嗎 來看看 包括 來看到他改的是臺灣關係法的修正案 本來是說具有防禦性武器 改為是有助於威懾解放軍侵略行為的武器 另外還有包括刪除保持足夠的自衛能力 改為是加入了什麼呢 實施戰略否認和制止解放軍的侵略行為 然後美國保衛臺灣的戰略跟預期的規劃來看看 也說要評估臺灣近期的能力狀況 美國兵力的準配狀況如何 還有美國戰略對臺灣防禦的充裕性等等的 這些其實他們都要進行的討論 好 那再來看到 討論最多的就是這一個 第204 美國對於臺灣安全的援助的倡議 他特別提到說要援助呢 包括評估臺灣部隊獲取不對稱的能力 那提到什麼呢 上市呢遠程精確的火力啦 綜合防空導彈防禦系統啦 反艦巡航導彈啦 對地攻擊巡航導彈啦 這些哈不浪當的非常的多 甚至還說呢有包括了反裝甲啦 有人駕駛跟無人駕駛航空系統 你看講了這麼多的東西 然後還說呢要包括了什麼 反干預能力的評估這些的 投入的財政跟預算到底夠不夠 講了那麼多 其實呢動物大學教授劉碧榮老師說 這根本就是怎麼樣 臺灣好像鵝皇帝嘛 然後呢而且亮亮 郭震亮委員也說 這個呢就代表軍事接管法 我們要進一段30秒的廣告 廣告回來要請將軍好好來解析 這一段軍事上的意涵 就沒有了 我還想賺錢 給我聽人的郵件 好不一樣 對嗎 這次你打給我